妈妈,我今天必须要给你说一件事情,我希望你能同意把婚房的产权改成我男朋友的名字,不管怎样,不管是谁的名字,我们都住在里面,这和有谁的名字没多大关系,我也不在乎这些,只要男友对我好就行,我求求你妈妈了。 女儿,你开什么玩笑了,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,在你眼里只是一个名字,但我能看出母子俩都不是什么好人,从他让你回来要房子,到现在让你改名,我已经猜到了他们母子俩的算计了,你不要太天真,没有社会经验,就容易被人欺骗。 妈妈,你想多了吗?我男友的母亲也吃了一辈子的苦,我相信他们的心是善良的,不应该欺骗我。 你就答应我吧,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我好,我又喜欢的男朋友,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毁了我的婚姻呀,而且你不要老是把人往坏处想呀。 你这个傻孩子,有时并不是说他们的本性有多坏,而是他们自己的条件让他们不得不坏,对一切都很贪婪。 起初,我不喜欢你找到的找个男友,我总觉得他联系你是别有用心的,如果你看看他在过去几个月里的表现,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你可以终身托付的人,而且我给你买的房子不是几千元几万元,而是上百万了,你怎么能说改就改呢?你这是相当于把几十万给人家了。 妈妈,你不要这样,我们现在马上都要订婚了,你这不是打消我的积极性吗? 再说,我再告诉你,改房子的改名,你为什么又开始谈论我男友的画画了? 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,你当然不能理解他的成长经历,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,我愿意帮助他。 我不能理解,你能理解吗?你被他的花言巧语欺骗了,被忽悠了,我敢说,他不仅看中了我们家的财富,而且还是一个没有主见,彻头彻尾的妈宝男。 你嫁给他后,他们的母子肯定会因为各种原因向你要钱,而且会变本加厉。 此外,无论他们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,你都不能拒绝,因为如果你拒绝,他们会攻击你,压制你,让你没有信心做任何事,甚至怀疑自己,否认自己。 如果你和他的母亲有分歧,你男友肯定不会帮助你,因为他是一个妥妥的妈宝男,只会听他母亲的一面之词,然后你只会哭。 如果以后后悔再哭就晚了,我现在这是善意地提醒你,我是你亲妈,你觉得我会谋害你吗? 妈妈,你这不是故意的吗?就像你能看到未来一样,从小到大,我觉得我男友是我认识的所有男生中最好的,我不想怀疑他的真诚。 从小到大,我没有什么事情求过你,为了我的人生大事,我今天求求你了,你就答应我吧,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,以后其他事情我都听你的。 好女儿,你最好尽快面对现实,今天,当他们要求你改名时,你应该立即分手,这也是悬崖勒马,现在还不晚,起初,我和你父亲认为,根据你男友的家庭条件,他们可以不买婚房。 不管怎样,如果我们的家庭条件更好,我们会买婚房。 我们理解他们家庭经济不好,但要有一颗善良的心,但是他们家这对母子不安好心,幸运的是,我留了一个心眼,婚房子上写着我的名字。 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,不管这房子写谁的名字,将来都是你的,你看,你还没结婚,你男友和他的母亲迫不及待地想把房子改成他的名字,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忍不住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不应该和他打交道,快刀斩乱马,马上分手,妈妈再给你找一个好的男朋友。 妈妈,不要,我就要和他结婚,你不要别乱来。 昨天我男朋友刚刚给我买了很大的钻石戒指,我相信他对我是真诚的,否则他不会愿意给我买这么大的钻戒。 需要将近十万元呢,如果他们家不重视我,男友不爱我,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钱给我,他的真心,我是可见呀。 我承认他给你买的钻戒很好,我想问你,如果你愿意,你可以用几万枚戒指换一套价值一百万元的房子吗? 在我看来,这是他们计算出来的,如果你想在房子上加上他的名字,必须先打动你的心,你要相信我,这就是他们给你设计的现金。 这些都是你猜到的,你到底想不想让我的未来生活幸福啊? 假如你想,那就把房子改成我和男友的。 如果你不想让我幸福,那我这辈子就不嫁了,以后就赖在家里,和你一起孤独终老。 他们家真的不容易,你就当发善心棒棒他们吧。 你们这孩子真傻呀,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,你未来的婆婆就像变色龙吗? 过了一会儿,楚楚可怜,如果你惹他不开心,又会大声骂你, 一下子又会变得慈眉善目。 他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,如果你将来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, 如果他抓住了你的弱点,你将一辈子生活在困境中。 此外,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会有任何诚意,他们眼中总是只有利益。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家被他们洗干净了,你会被他们踢开。 你没有社会阅历,请你相信我。 你怎么又说了?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,好吗? 就我而言,外表一般,身材一般。 我很满意能找到像我男友这样又高又帅的人。 钱是身外之物,他们想要,然后给他们,无论如何, 即使我男友他不工作,我们家也能养活他。 就为了这点钱,你就狠心让我错过这样的好男人吗? 傻孩子,你能清醒一点吗? 我煞费苦心地跟你说了这么多,你怎么能一点都不明白呢? 然后我告诉你,你男友和他妈妈根本不喜欢你,而是我们家的钱。 你明白吗? 假如说你男友对你是真诚的,那么我们家养他也是心甘情愿的。 因为有一个对你真诚的人,我和你爸百年之后也可以放心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你男友和他的母亲心怀鬼胎。 我说你不相信我说的话,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。 如果你男友能通过这次考试,你可以在房子里写任何你想写的名字。 即使你写了他母亲的名字,我也同意。 好吧,可以,我们就说定吧。 我相信我男友,他一定对我真诚,能经得起你的考验。 我认定的男人一定差不了,咱们就之后见分晓吧。 母女俩商量了一下,开始实施计划来测试男友的真心。 女孩打电话给男友,告知家里颇产了。 妈妈,燕子刚打电话给我,让我明天和他一起领证。 而且他的父母已经同意把房子的名字改成我的,哪怕是你的。 但是我现在有个顾虑,我觉得咱不能同意。 你睡了一觉是不是傻了,这真是一件好事。 我真没想到燕子的父母和他一样愚蠢。 这样,我们未来的日子将是荣华富贵了,吃喝不愁天天玩了。 你必须让燕子再来咱家一趟,我好好感谢一下他,为他做一顿大餐。 妈,不是你想象的那样,你开心得太早了。 天上怎么会掉馅饼? 你先听我说完,这是本来是好的,现在突然发生变故了。 我真的不能答应他,加上我的名字。 怎么了?他们家肯这样做,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吗? 快告诉妈妈,我们母子俩一没钱二没钱,他们对我们能做些什么呢? 你是不是太谨慎了,就因为他们愿意把房子改成你的名字或者我的名字? 不管他们要求什么,我们都会先答应他,以后不履行就是我们说了算。 先把房子弄到手再说。 不是,你没搞明白,燕子他的父母一周前破产了, 但现在还没有宣布,看来我们的计算最终是徒劳的。 如果我昨天没有买这么贵的戒指向他求婚, 我现在就不会亏得这样惨了。 你说,现在让我怎么办呀? 我必须给他要回来,但我不给怎么办? 他们花了一百万给女儿买了套房,都是故意给别人看的, 就是怕债主太多,一个个来找他。 事实上,燕子的父亲已经把他所有的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, 包括刚买的一百万婚房到时候会一起拿走, 所以他们会答应把房子改成以后我的名字, 这样债务就转接到我身上了。 而且他们让我和燕子明天去办证,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他破产前还有一个悲债的人。 原来如此呀,这真是幻想。 富人的诡计比我们穷人深得多, 难怪燕子昨天不同意改名字。 当他回家告诉父母时,他立即同意了, 他还想明天带你去申请结婚证。 现在我们不能和他家有任何关系, 以免他们给我们带来麻烦。 本来想娶个有钱人, 这辈子不用奋斗, 没想到差点被他们利用。 我真的很生气, 本来他长得丑, 根本配不上你, 现在他们家破产了, 变穷了, 更配不上你。 幸好我们现在还没订婚。 可惜我送出去的大戒指啊, 那可是我花了整整将近十万块钱买的啊, 如果不早点还钱, 利息就会越来越高。 我怎么这样倒霉啊, 本来享受美好的生活, 现在却负债累累。 别担心, 既然你决定不要他, 那就打电话给他分手, 把大戒指拿回来。 这不是几块几十元, 他没有理由不还给你, 如果他真不给, 我就去他家闹去, 必须把钻石戒指要回来, 咱不能陪了夫人又折兵呀。 我知道, 但是燕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 可以听到他很难过。 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告诉他分手, 我们不是太无情了吗? 要不再缓缓, 我先去他们家看看什么情况, 安慰一下他, 缓和一下关系, 过几天再要回来。 这是什么时候, 还说这些, 你想为他们背债吗? 现在, 无论你用什么手段, 我们都应该尽快与他们分离, 你马上给燕子打电话, 要他马上把钻石戒指还回来, 咱们家必须把损失降到最低。 随后, 男人给燕子打了电话, 燕子心里很高兴, 还以为是男友答应和他一起领证, 结果却是分手的消息, 还要求他返还钻石戒指, 这让燕子内心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 燕子, 我想了想, 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是放弃吧? 我向你求婚, 你忘了吧? 我也不能和你一起去领证, 以前是我太天真, 想得太简单, 我年纪还小, 不能承担你家的债务。 什么? 你不是还安慰我说,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 你都会和我一起面对吗? 为什么突然和我分手? 你当初的誓言纳, 你对我的好纳, 就因为这点变故, 就要和我分手, 还把钻石戒指要回去, 和我分得一清二楚。 你也太现实, 太狠心了吧。 对不起, 我不能和你一起面对你的事情, 我是一家公司的小员工, 每个月都能拿到这么少的工资, 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棵摇钱树, 谁知道你家这么倒霉, 认识你不到半年, 你家就从云里掉进了泥坑, 我不能眼睁睁地跳进火坑呀。 行, 我明白了, 你心里真的这么想吗? 我还带着你送我的戒指, 我还记得你对我说的话,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, 我原以为我妈妈说的话不对, 她说你们母子两人不安好心, 一直在忽悠我, 我天真的还以为你家真的很苦, 真的不容易, 现在看来我错了。 你还不明白吗? 我就是想用小钱把你家的大钱弄过来, 我又不是傻子, 为什么贷款去给你买钻石戒指? 既然你家现在没钱给我, 我们就分手吧。 请把戒指还给我, 你还认不出现实吗? 我从来没有对你真诚过, 你自己也不想想, 就你长得那样, 你配得上我吗? 即使你很漂亮, 但是你家现在没钱了, 我也不会再要你了。 之前我想尽办法追求你, 只是看你家有钱, 把你当成我的取款机。 既然你家已经破产了, 那我还和你结婚干什么? 忘了吧, 什么都不用说, 从现在开始, 我们不联系, 正式分手, 以后不见面, 请直接把戒指送到我的公司。 你最好好自为之。 真没想到, 真的被我妈说中了, 你这个人渣欺骗了我的心, 你等着,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 你个没良心的, 我告诉你真相吧, 我们家根本没有破产, 我告诉你, 破产是我用来测试你的。 还有这枚戒指, 我不能还给你, 因为你在过去的几个月里, 花了我很多钱, 你的衣服鞋子, 各种电子产品, 都是我给你买的。 这枚戒指应该抵消, 你在过去几个月里, 花了我的钱, 如果你不接受, 你可以起诉我。 但是我先把话放在这里, 如果有一天, 我会让你一败涂地, 你不要在你们公司混了, 我会让你丢人丢到家。 女人说完话, 出完这口恶气, 直接挂断了电话, 最终戒指没有还给她, 男人自知不占理, 没有在纠缠女人, 最终因为还不上贷款, 把老家的房子卖了, 和妈妈外出打工, 租房子住, 你对这个结局满意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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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tertitling 阅 hemp�手 和氏 换 Ot棈 curb些植 属 end属 点 removed 。 TA群 酷天叶 格坎 美國公司 生安妙 vial 丘亭 掌士均冠 黃写 edit.